在有着七山二水一分田说法的浙江省温州地区 在外经商的人较多 人员的强流动性 已经有了知名在外的地域属性 而2020年的新冠疫情 正是随着这样的属性点燃了这里 使得温州一度成为疫情较重的地区 距离温州城区一百多公里的文城县 属于相对偏远的山区县 而位于县城东南部的宫阳乡 更是因为海拔较高 交通不便 很少被外界所干扰 但就是在这样一个几乎与世隔绝的地方 当地人的生活也同样受到了疫情的影响 2020年2月11日 在全国疫情防控形势 正处于极其严峻的时刻 我们来到了公阳乡 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记录 希望记录下在这个特殊时期 这里发生的一些点滴故事 差点滴去 1封温会 3封温会 随着人们对疫情的认知越发全面 原本变偏僻静谧的文成县公养乡 如今变得更加萧索 只有巡逻宣传车的声音 代替了以往走家串户的浓浓黏味 除此以外 人们还会早晚两次听见这样的声音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五点多钟就起来了 去萧杀 公养这边大街小巷 那些垃圾桶 那些人多的地方都要萧杀 基本上都有整个城的地方的公养都有 叶银泉 公养乡的一位普通热心狼 疫情爆发后 他每天要负责进行两次消毒杀菌 需要走遍乡上的主街道 喷洒完五桶消毒水 这是他的妻子叶采华 作为乡政府食堂的唯一一名厨师 他每天负责给乡上的二十多名值班干部 做好一日三餐 主厨是他主厨 我老婆主厨 他以前是在学校烧饭的 在我们公养学校 在学校以前烧的也有七八年 一直烧到现在 不然咱们都喜欢它 因为疫情的缘故 叶银泉回家过年的两个女儿 女婿一家 以及还未成婚的小儿子 多年来第一次整整齐齐 长时间待在家里 我妈妈和我妹妹 所以我们都要去广州了 然后去了可能就会一年才回来 今年是最久的 初一今年二十几 待了二十几天了 妈 哎呀我们家 我们家的菜 没事 没事 你不是在学校里的 我妈妈妈 现在是冲电 电冲好先 干嘛哭啊 不高兴啊 电冲好先 我第一个我喝醉 他怎么喝醉 你干什么呀 几年呢 这个疫情在这里 那小孩上来过年的时候 他就下不去了 在家里挺热闹的 也是挺担心的 担心了吗 这个疫情这么严重 那小孩整天躲在家里 叫他不出来 又往一讲到他不听话 都怕他走出来 高兴的嘛 就是那一家人团聚在家里 整天回去都乐乐闹闹的 也是挺高兴的 在公羊乡 也设有集中隔离点 只是这个隔离点 有些特殊 是由乡干部的宿舍楼 临时改建而成 疫情前 乡干部们往往只有周末 才会回到各地的家 平常的工作期间 便住在这里 疫情到来之后 公羊乡的所有乡干部 都在港工作 同时把他们的宿舍 改为隔离点 自己住到了办公室 花瓶 花瓶 廖长 现在就剩一个人是吧 对就剩一个人了 之前人多的时候 然后也是访同理吗 人多的时候 那时候是穿着防护服进去的 因为防护服紧张 我们一个也是为了节省防护服 所以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 这个在隔离的人是什么情况呢 它这个是开滴滴的司机 有运载过那种确诊病例 然后公安那边反馈过来 就给我们集中隔离的要求 按要求 我们均诚的希望 大家给予更多的理解和支持 在家宅得再久一些 你们居家的时间再多一天 你们的亲人朋友回家的日子 就更早一些 受欲禁而分不止 此时此刻 我们仍不得丝毫大力 调以轻心 稍有不慎 先前的努力都将前功尽弃 我们唯有咬牙坚持 做较长时间的准备 才能早日交下补偿 就是在这 这还要给你的 在温州一家五星级酒店 担任健身教练的叶茂章 趁着和煦的阳光 在家门口拉拉机键 而她的妻子 是来自四川自贡的彭娟 彭娟工作的商场 是温州第一个发现 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的场所 因此她成为乡历 第一个被集中隔离的人 温州那边电话打过来 然后就直接到我家里来 然后说 约我从温州隔离上班了 然后就要去隔离 我回答温州就是第七天了 然后第七天的时候 过去再隔离七年 十四天这样子 她说了说 好像一个事情 我觉得真的有了 原来肯定也会打算 但是一个人在那边 感觉还是不一样的 好像那时 这个世界就是我一个人 虽然说近 但是感觉还很远的 蹦 蹦 自己玩吧 联合广场 你应该在哪里的呢 物业 就是物业 保安 有400多户人家都已经 全部 这小区门口 昨天发现的 生病的就是保安 他其实已经感冒 十几二十年了 都没去看 因为家里有钱 现在才简单说 彭娟一家商量着 返回温州城区的办法 年轻时做过木匠的爷爷 顺手为孙子做了一把板凳 这一个小插曲 并没有打乱他们回到家乡的好心情 只是疫情结束的遥遥无期 令他们有些焦虑 对于叶茂章来说 最不能松懈的是自己的身体 每一块肌肉都是他在城市里当健身教练的资本 他要为返回温州城区时刻准备者 除此之外 安心等待 成为了崇山峻岭中的人们唯一可做之事 而不得不忙碌的 只有相半部张穗梦和他的同事们 刚才是开始了 而且哎呦 甚至是在最后的 这个更松懈的 他也会有自然 quantity 这一块肌肉 我12个肌肉 每个肌肉 每个肌肉 给他摔自一张表格 谁领取的 谁保管的 谁领走的 谁负责的 对 这一块 这一块 登记一下台数给他剩下一点 什么方向 两把包 八把椒跟泡片 这个品牌很漂亮 谢谢 谢谢 他这边CT要下午才能做 CT要下午才能做 那你先回来 你有没有问医生 因为他过去的话是没有发烧 直接去看儿科 你现在过去跟医生讲一下这样子 因为你这边有很多事情 要处理 对吧 好 那我这边我跟医生讲一下 对 跟医生讲一下 留个汗帽给他 好 好吧 好 辛苦 这是什么 有一个就是说前两天有一点发烧的 我们现在就是说 因为乡镇的这个工作要求的话 就是这种发烧 然后要去都是要由我们进行干部进行送准 就是说有如果是有什么情况 我们能够第一时间掌握 第二个嘛 也能够给医生提供这种 他的这种接触时 旅居时 这些做一些参考 通往乡村之外的世界 只有这唯一的一条公路 而设在这里的卡口 自疫情爆发后便24小时 由乡干部和村民负责执勤 尽管到目前为止 这里暂未发现一例新冠感染者 这怎么没错呢 出去的我们 出去没有 这个去医院买药跟去购药的 这一件事 什么 因为如果说有没有发热的话 所以这种发热的我们基本上 对 问一下 问一下他去干嘛 比如说 我们这种类似的这种 特别是 特别是 现在这个视频被开了之后 大家从各位领导都做了一些研究 使春季海典继续保留 那么 外出的 出现役范围 人就执行 只出不回 出城的还是要办 对 海外难才要放出城正的 这出现役范围 出门城 进来的 非紧急生产生活所需要 这一块 原则上却好 这个也把它定一下 好了 垫背一床 这个垫背一床 可以折起来当两床用 然后盖背 也可以这个盖一床 就是我们这里 这个窗户 马上窗户关起来一点 还是挺老婆的 洪阳厢是一个 历史文化地域 非常深厚的一床 这里是 有1400多年的历史 是唐末的时候 就能在这边居住 在交通还不便利的古时候 公阳厢是文城县 通往温州各地古道上的 一个重要驿站 直到如今仍然保存着 一种独特的山乡古运 作为负责公阳厢的文教卫生 和乔务工作的张穗梦 面对我们的镜头 自然不失时机地推广了 这里的旅游品牌 但是我们举办历史节的 一两天时间 都有一万多人 所以影响力比较大 我们就历史节当天 就很多老百姓 他会把自己家里的那些 菜肝 农场品 柿子这些摘过来 每年十月份举办的历史节 是当地较有特色的旅游节 叶银泉的二女儿怀孕已有36周 为了去县城医院产检 这天他不得不带着二女婿 来乡政府办理通行证 女儿啊 女儿怎么 产检 几周了吗 36周了 去哪里产检 想去文城 去文城 约好了没有 约好了 约好了是吧 对 去产检剪完又马上回来是吧 对 要带两成口罩 可以 好防止 沒有底下 還有個人他也要去 他說心很夢也到文城去檢查一下 你去看看我還有 嗯 还等我先 你等我先去做阿加团也正把你先吃 哦 还用这个等我 等我等我等我先去 哦哦哦 再等一层 这个是不是你们俩计划外的 肯定是计划外的 本来在惠州我还能带得住一点 在这里老家不方便啊 在老家这边生的话 就是我妈可能要在家里 然后岳父岳母可能要辛苦一点 那现在很有可能会再加车 基本上我们再加车了吧 现在也不知道什么情况 反正昨天开始吧 我们那个地方的高速公路也不让下了 以前让下的就昨天开始 本来是昨天我姐要去杭州 她自己开车去的 然后车就上不去了 就被拦下来了 羊呢 嗯 你说我买 你给我看衣服 我给我看衣服 我给我看衣服 拜拜 走 出乡不久 他们便遇见了去县城路上的第一个卡口 这是公羊乡的警察站 几个人 几个人 三个人 三个人啊 大概什么时候回 不知道有没有远选 没有远选的 二回开的 就是三千多万 那些可能会发生 远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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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那我登记一下 好 慢点开车 好的 好的 如果确定在温城山的话 是不是还跟医院还得说呢 哪肯定的 都该准备的东西还得准备 什么宝宝的那些东西啊 东西都准备的都还准备 都在广东那边啊 小青在医院用的那些东西 全部都准备好了 都在广东那边啊 那大地 那大地呢 那些拿并啊 那些东西上帝啊 那些东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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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整个 就去我了哈 嗯 那他出什么就 咱们来给你 中楼呢 我转你去的转你去的 改你 他为你 他找你 他找去 那他们就铁丝 我找去 他找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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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 他找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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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东西啊 我找去 他找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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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他找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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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第二个检查站 属于邻近的血口镇 行政要看一下 体温要量一下 好的 上楼了 你上楼再压 我看看多少 三六 三六三 很行 接下来第三个 还是雪口镇的检查站 这村不进 由公羊乡通往县城的 四十多分钟的路程 总共需要经过三个检查站 这便是疫情期间 温州下辖的一个 普通山区乡镇所 付出的管控努力 而夜深时 乡干部张穗梦 仍在劝说不安心居家的乡民 全部给予缺乏 早一定回家 不要聚在一起 啊 靠木也不能聚在一起 大家 啊 马上回去 一起玩一起 一起来 吃 吃吃完 来 吃个粥 吃饼 尝一下我老公烧的 嗯 看看女婿的手艺怎么样 嗯 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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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个味道的 嘿嘿嘿 我也尝过了 你还尝过了 好吃了啊 嗯 还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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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硬力的 嗯 还可以 有硬力的 小宝贝 吃什么 摸核桃给他吃棍子 这样啊 诶 吃这个啊 会不会吃上午啊 嗯 没给他吃上午的东西 就是晚上剥一点点 这样啊 诶 还有可能换假吗 不知道 诶 明天应该 明天应该 明天应该还有新的通告出来吧 容量十一 为什么还有三天 还有三天 还有三天是什么日子 嗯 对 对 你都 你都忘记得了 你知道我是怎么知道的吗 今天是香草在那里说起 他说他生日他就要回家 我问他什么时候生日 他说是二十四生日 我说那不是跟我同一天 哈哈 他说我也要回家 陈云星 你有没有准备礼物给爸爸呀 爸爸生了 嗯 好累了 爸爸来得及了 来得及的 还有好几天 怎么会来得及吗 他着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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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跑来跑去啊 他着急 然后就在这儿跑来跑去 哎呦 千蓝师姐 又又又又又 啊 好 对对对对 所以呢 这个要年轻人呢 嗯 2020年的2月下旬 非常时期的人们都努力地在各自的生活中 寻找着平常的秩序与温暖 然而连日暴雨 令原本正在实行疫情管控中的公羊乡 陷入了一场突如其来的寒潮 这个有着7000多名乡民的山区乡镇 平日以茶叶和一人米为主要农产品 寒潮到来时可能令茶叶生产受损严重 天一放晴 乡干部张穗梦和同事便来到全乡海拔最高的茶厂 检查受损情况 冻了冻了挺多的 基本上我们像我们这个海拔高的 基本上都冻掉了 两张叶子都已经熟掉了 等于这张叶子已经冻熟了 你在太阳一晒 它等一下整个都黑的 没用了 污牛枣它就等于这一次损失最严重的 以后都看了这个笼井有啥一点还没有 笼井看怎么样到时候 所以这些基本上都没用了 这一批要是冻掉的时候基本上的芽都已经冻掉了 后来冻下去就行了 像这一棵就是 原本疫情期间负责乡上消毒杀菌工作的叶银泉老人 他家的茶厂海拔相对较低 所以寒潮渐隙 抢收茶叶还能挽回一点损失 对 你们来是不是第一次在茶厢 平时这个时候早就在外面了 对 平时的话基本是已经在外面上班了 第一次是肯定不会了 老手了都是 老手了 但是现在就忙了 就没有时间去再茶厢 今年很便宜 今年外面都进不来 今年头一次买的东西就是五十块钱一斤 去年开始都有七十多 最多的那有八十多 八十多一斤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 叶银泉或许会感到庆幸 因为疫情管控 幸好儿子女婿都在家能帮上忙 因为温度如果连续几天降到零摄氏度以下 这一季的茶叶将全部冻坏 然而 即使叶银泉带着家人 抢摘了这一季的早茶 疫情管控中的交通问题 仍旧令他们备受损失 就明天后天不只要零下三度 茶叶会冻坏的 特别是坨坚那一块 保险包的都不给赔的 这个我们再去跟保险公司对接呢 多数次要赔一点 肯定要有 对啊 肯定会有 嗯 这也是个问题 他说公羊下面的没有冻掉 上面的冻掉还是不管了 可能保险公司还要对接 这个我比较担心 今年是比较影响大了 今年这个疫情在这里 主要是跟那个 那天天的冷空气冻掉 这个外地的客户也没进来 今年价格也比较低 去年也在那那个 总共就在那两万多 两万多除了那个 摘查的工资自己赚了一万多 去年 去年比上分之一的钱都没有 再过来几年 今年也就是几千块的 三十千块 这些全部都没有了 已经 在乡政府的努力下 乡上唯一一家茶叶加工厂 紧急复工 希望多少能挽回一些乡民们的损失 如果说积极自救 或许是这个疫情管控中的 偏僻乡村里的人们 想到的为数不多的办法 那亲人间彼此的抱团取暖 则是更为重要的度过这场寒冬的方式 爸妈她也不太像不上语言词的那种 像我们真的就是 有时候说说话都会脸红的那种 感觉都不知道怎么表达 很少基本上像我们都不会说 爸爸我爱你啊 妈妈我爱你 这种真的都好像都没有表达过的那种 不善于言识 不善于表达的那种吧 妈妈 然后我们没再出去 广东可能接近一个月 然后那时候我也经常会打电话回来 我妈妈就跟我说 她说我总觉得自己丢了一样东西 她挺想过我们回来的 然后现在她自己也很忙 忙的话她就觉得在家里吧 她亲爱的老娘 哎呀你是大姐了 回来你要做饭要照顾家人 她觉得对我可能也是一种亏欠吧 但是我觉得这是应该的 我觉得能在家里 然后每天就是他们回来的时候 家里留一盏灯感觉 就是挺温暖的 我的人特容易香港的那种 很严肃的 trouve 发展积下的女生 很严肃的所有人存在 就这么严肃的 你干嘛陪她做作业了 哎,要崩溃掉了,老闆就叫他开始写了写写写,最后一叫对,全都是错的 人家说了,平时是母子子孝,到了写作业的时候鸡飞狗跳了 第二题不用标起来了吗?第一题第二题,老师怎么知道你哪一题啊? 一要点一点,二要点一点,他已经告诉你了,为什么还要求这个呢? 那问题是他要问你怎么买盒上呀?你这一步你怎么知道这样上呢?你要怎么上啊?这一步 这是不是有个简单的,十一包,十包要多少钱? 十包九百六,九百六加九十六是不是又得出来了? 他要一千零五十六块钱 那如果说多安大袋的米买,他得买几袋呀? 回家,回家 跟我女儿约定了,我生日一定要回去 刚好现在也是可以回家回一下 再连续工作了近一个月后 乡干部张穗梦,终于有了机会实现他给女儿许下的诺言 在他生日那天,临时回一趟家 小宝贝,爸爸在回家的路上咯 爸爸在回家的路上咯 对呀,爸爸大概还要二十分钟左右 二十分钟左右 对呀 你最好快一点啊 好,你在家里等爸爸咯 等一下,回家,在家里的时候只给我打个电话 好的,爸爸到小区的时候给你打电话好不好 好 位置不好找 都在停车里 临时先停一下 吃个饭就走 反正这小区里面也不行 这个车是我放个家 对呀 爸出来,稍微动 哎,小宝贝 爸爸在楼下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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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来呀 消毒水的味道 每天都会消散 好吗 来呀 哎 哎 在楼下咯 爸爸在楼下咯 好,抱歉,抱歉 有沒有想爸爸? 爸爸,有沒有想爸爸? 來,吃看 這禮物是什麼意思? 讓爸爸猜一下 爸爸,生日快樂 這裡,這個是爸爸嗎? 哈哈 這個是小寶貝 這個呢? 這是媽媽,媽媽怎麼一兩個辫子 這是頭髮 她撲下來的頭髮 她撲下來的頭髮,就這樣子的 你戴了眼鏡,是不是? 還有什麼音樂? 什麼音樂? 這是什麼? 是風 那這些呢? 這是糖果魚 糖果魚 哇,你送糖果魚給爸爸吃嗎? 嗯 來,謝謝你送爸爸的禮物 好想啊 好想啊 二十度前面回來,你說 嗯 爸爸要上班啊 對不對 爸爸這裡就長兜兜了 對呀 對呀,好疼的 哇,你也長了一個 爸爸,幫你對一下 這不疼的 這不疼的 長壽麵,時間要放久了呢 五點左右 零食有事情 本來也想炒一點的 這味道很厲害 哎呀 本來是很長的一條麵 哈哈 回來吃了,都怪我 今天麵都買不到 嗯 麵都沒有 今天去的時候麵已經買完了 這樣吃啊 那麼呢 謝謝 哇,謝謝 真好吃 快四十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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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小小子 太甜甜 來 哇 快 disconnected 直摇 好吧 準備好了吧 吃 嗯 快點 快點炸到杯子 快點炸到杯子了 快點炸到杯子了 很轻松 爸爸过两天回来陪你跳吧 爸爸要回去上班了 爸爸过两天又回来 好吗 好了 我们爸爸走了 好吗 爸爸过两天就回来了 就可以睡家里了 爸爸在去干嘛 去干嘛 病毒给打 全部打完打完 真的 好吧 嗯 把这些病毒全部给消灭掉 好 大 还是不能夹出来 这个不夹 不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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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了 好好好 这样 嗯 继续暂时继续 全界 文业 文艺能源 集体活动 继续暂时许弹 百事前半 四 龙望市场 超市 商场等场所要严格落实 主体责任 做好 卫生清洁消毒 从业人员 和经历人员 健康清洁等 随着各地复工复产的消息传来 在乡政府管理食堂工作的叶采华 找到张穗梦 开始替春节期间 在老家耽搁了近一个月的儿子女儿 打听着返程的可能性 马上 如果你用来到职场 像有些地方就是要企业街道的证明 然后过去把人带回来 这样子 就是说你是企业的员工 然后这个企业已经申请 复工申请已经上去了 然后有工人进来 然后接到的工作人员 就把人带回来 目前还是在一个地域之内 让你活动 在整个疫情期间 公羊乡未发现 一例新冠肺炎的感染者 正当这个地处偏僻 交通不便的山区小乡镇 因此而准备松一口气时 国外的输入性病例 在全国开始出现 文成县是中国著名的桥乡 人口不到40万 而华侨就有17万之多 作为公羊乡主管桥物工作的 乡干部张岁梦 开始面临着新的压力 来 宋言 今天就是说 从意大利米兰回来的经过 过上海机场的话 就被上海那边隔离了 这种情况的话 我们现在掌握不掌握的 这个要跟上海那边 我这边的话出不了 这样子了 是不是以后是不是那边回来的 都在那边进行隔离了 那他现在是不知道呢 现在是上海那边来 来就是说全线的工作的 这边我具体的他会那个呢 哦哦 怎么送的话 像我们的话也请他们的 哦哦这样子 嗯好的好的 嗯 从法国到上海机场到温州的 在上海被隔离了 但是我们跟我们原来的这个 有点不一样 这个消息我们也是早上才得知 那咱们工両家有多少 就是桥在那里的 目前我们统计到的是92户 181人 我们全乡内户籍人口就7000人 然后相对来说 我们也不是什么重点的这个桥乡 重点的桥乡 但是也有接近200人的这个桥包在外面 现在回来我肯定也不回来 能配合我肯定尽量的都配合 遵照文城县的管控要求 乡干部张穗梦要去说服一个 刚从意大利回来待产的侨民 集中隔离 小肚小肚 我今天做他听听那小肚 我也对我身体也不好的 要给我搞来搞去的 我也害怕 我就是高龄产户 本身就是个小孩一个 本身就不老户啊 那你要给我这么来 你去的时候 我们会跟医疗组 再跟他这个报备这个情况呢 配方跟他报备这个情况呢 要特殊关爱 所以说在这里的话 我们还更当心一点 去县里的话 我们就说 医疗这一块是特别有保证的 真的不要有压力 不要有压力 没关系的 真的 就在那个路口 你跟他姑姑说一下 去往县城的集中隔离点 是县里统一派车 张岁梦都会将 每一位归国侨民 护送过去 去大学 去大学 这个我们不用管了 不用管了 直接让他走 请问这些都两个 我们这个工作群 有什么情况 有什么需求 可以跟我们群里面讲 也可以跟我们签 签好 最后简单讲一下 就是说我们路住这里 前后要满14天 有一天要量两次体温 相隔要六个小时一下 正是在疫情期间 通过对公羊乡 这样一个地处偏僻的 山区乡镇的拍摄 我们也许可以看出 一度成为疫情重灾区的 温州地区 是如何摆脱了疫情 不是住村干部那里 应该有 我想到我们的住村干部 我问了一下 他说你回去隔离那 冰房很高 那你先待一段时间 等下面明朗一点 再去 我跟他老师已经抱了两回了 我说我要回去 他上抱了 回去他上抱了 我就不好意思了 那没关系 老嫂子要回去了 他说回去可以隔离 对 上回家回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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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他那儿地管是新的 新带好的 我说要回去回去回去 他走不走呢 他走不走呢 不会的 帮你来 这是很轻的 他一上来 想上来就上来的 慢慢来 漫长的春节过后 人们开始踏上了返程的路途 外婆 外婆 我回家了 我回家了 回家了 嗯 回家了 再往前前吧 下次来呢 下次来外公 下次来外公 下次再来哦 好 好 我要少年抱来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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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朋友 哦 小心一点喂 能不能再拍到一片 我只是知道 我不是想看到 你在哪里 距離地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